中国密兰对阵日本队赛后 对方主教练居然直接拒绝和中国队主教练雪林明握手 这一下真的是输球又输人啊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比赛第四节 看看中国队如何把日本队打抱子 打到现在咱们已经领先了22分了 这比赛打到现在胜负确实没有什么悬念了 掠入杀到篮下造成对方的犯规两罚 打到第四节 中国队现在场上阵入内线14号吕月汝 前锋11号黄思敬 然后10号王雪萌 还有7号少廷 后卫是4号吕源 这是后卫是3号杨立伟 吕源还在场下休息 南半就有黄思敬 再有杨立伟 王雪萌 列伦拦下要了位置 再分外线王雪萌 再给进来 哎呦 最后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让比赛 列伦被吹了进攻犯规 有两三个了吧 这球对方说实话 有一些这个表演的成分在 南半就黄思敬 再给杨立伟 再给杨立伟 好球啊 这就直接从篮筐下面往里扔嘛 月汝跟进上篮 啊漂亮 第四届上来又是一波小高潮 眼看这分渣就快到30分了 日本队这边攻击早知投进了一个中距离 耍蜜给刘月娥 这就没接好 加比赛中队从第一阶开始就使出了权力 第一阶就领下10多分 打到后面确实是比较游刃有余了 比较轻松了 攻击早知三分不中 黄思敬篮板球 刷停 再给到刘嘉诚 第九要李源空位的机会 篮板球 刘嘉诚拿到 刘嘉诚的中头 弹了一下没劲 李源的篮板 再分刘嘉诚 头了 也就忧郁了 不过最后还是投进了 这种中头刘嘉诚非常擅长的 比赛刘嘉诚得了15分了 日本的外线 哇这三分头净 对方外线确实这个准心还是不错的 这个攻击手转换的速度以及日本队的三分球 这是他们的两大法宝 这就是日本女篮 为什么个子这么矮 然后还是世界强队的原因 日本女篮确实也是非常厉害 朱嘉诚好球啊 但是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发挥出来 我们的两个内线 在篮下这个高度优势都是很明显 打的要强硬一些 还是前场球 日本队在这边抛头打劲 李源给到王莉莉 比较成侧应一下 再分李源 这球 还是咱们的球全 最后对方碰出键 莫名其妙的又是一个失误 日本这个打了一个反击 朱嘉诚 还是给李源 再转 刘家诚 顺势给到内线的黄丝镜 漂亮 这就也是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所以含蓄又是一个封盖 而且盖在对方的身上出戒 咱们的球全 黄丝镜 然后再给黄丝镜 再给黄丝镜 进攻 进攻时间不多了 还有三秒 往里里内切 刘家诚 没有时间了 墙头 含蓄 好球 刚好拿到篮板球 二次进攻得手 攻击枣只杀进来上篮 吹了含蓄的犯规 这个小后卫确实挺能钻的 好球 旅然蓝拌球 王莉莉 随梦然再给黄思健 含蓄中头漂亮 这场比赛含蓄八头八中得16分 这效率也是无敌了 日本的这边也是一阶中距离大进 黄思健 转移外线 李源直接投 还是不进啊 比赛全队状态都很好 就李源 发挥的确实是比较差了 韩蓄来漫球 王莉莉再给韩蓄 王莉莉这边出现了机会 中距离也是投进了 王思宇是险阶完成抢断 防得不错了24秒 王思宇推反击 随梦然再给王莉莉 我先王思宇 好球啊 上来就有三分球进账 哎呦 这球结结实实的一个大梦 王莉莉给王思宇 哎呦 这球传的有点多余啊 他给了王思宇的犯规 这球王思宇其实顺势自己上了 没有观察清楚队友的位置 孟然传球直接 最后被裁判吹了个犯规 又是含蓄了大梦 那一剑遮天蔽日啊 对吧 直接是把王莉莉给绊倒了 随梦然 这球被切掉了 而且三分不中 又给了王思宇的犯规 中队的犯规数应该是到了 对方直接罚球了 两罚全中 最后一分钟 这样比达篮板球这个对比 也是有点吓人啊 中队抢了50个 而日本就只有19个 篮板就赢了31个 难怪现在我们领先30分了 篮板球这一向差距就差这么多了 打入犯规 最美然两罚 打入犯规 两罚全中 王莉莉啊 给他 给他 韩旭 王思宇 突进来 跑得 韩旭再补还是没有 再起 没有时间了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中队约最终是105比73 32分的优势 大胜日本队 对 对 对